Sarrika, 歡迎收看沖廣台 今天要說的題材就是曼谷的車展 沒錯, 又來一年一度 在Impeak Muntantani 的大型車展 又在舉行 車展為何不去現場拍攝 坐著欠握, 你有所不知 因為這些車展有拍過很多很多次 去年、今年都拍過很多次 裡面的模式基本上都是一模一樣 拍到講到已經不知道怎麼說 除非有一些新的衝擊 例如有冬蔭妹, 沒錯 冬蔭妹最近寄養 她以前做這個車模 最近寄養, 又重出江湖 重操故意 在車展的第一天, 她就出現了 但不是每天出現 據稱她可能有一天都會出現 如果她出現的話, 她會告訴我 會去拍她, 順便一起拍一次 用一些新的方法去拍 否則, 又是一個人 又是自拍 又是這樣自拍 又是動腳架 又是這樣說法 你驗不驗 你不驗, 我都驗 所以既然是這樣 如果大家要看車展的話 暫時來說 你不妨上YouTube 看我之前拍的影片 就會一目了然 要看美女又美女 又看美女 又看美車又美車 那你今天在這裡說什麼呢 其實是說回泰國買車的情況 很多人去買 泰國有錢人 尤其是這些車展 裡面可以說包羅萬 有什麼都有 所有跟車有關的東西 你都可以找到在裡面 譬如一些普通的日本車 歐洲車 甚至乎一些跑車 林寶堅尼、法拉里、保士捷 以及奧斯林·Martin 都有更加豪華的 Rolls Royce 都有 然後BMW當然會有 甚至乎電單車 不同種類電單車 以及一些Hirley Davidson B&W的電單車 都有 又或者小朋友玩的玩具車 一些的車仔 以及水上電單車 遊艇 一些露營的車 譬如可以當屋住的露營車 又或者一些綿羊仔 Mini車 所有種類的車都會在這裡 甚至乎有一年 他連坦克車都放在這裡 沒有再坦克車 所以跟車有關 一些古董房車 坦克車都放在這裡 給別人拍照給別人看 而一些跟車有關的配套 譬如說 抹車的海綿 抹車的清潔劑 或者哪一種油 在現場都可以找到 是否包羅萬有呢 其實這幾年因為疫情關係 這些車展已經細形了一點 以前真的很大型 大型到你不相信 譬如說香港改車是犯法的 但泰國改車是合法的 譬如說 玻璃 外面看不到入面 香港不行 但這裡就沒有問題 又或者 他們很流行 把車改裝到一個Disco 裡面裝飾很多的 霹靡大喇叭 以前拍過 很震撼 很好玩 很有趣 又或者把車的後面 變成玻璃水晶膠 有很多的酒燈 很漂亮很漂亮 在車展裡面都可以找到 但說的是 早幾年的事 近兩年都已經見不到 可能經濟不好吧 那麼 有人會說 其實車展的人都是去看的多 怎麼會有人買 不是的 每次都很多人買 你怎麼知道別人買呢 別人買就告訴你 我看那班銀行職員 就知道 因為通常這些車展 很多時都會跟銀行一起合約 譬如說 Torota也好 他旁邊就有某個銀行的地方 有職員坐在那裡 有咖啡給你喝 假設我要買這部車 那首期那方面怎樣 可不可以儲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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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那些位置是坐滿人的 那些人不是進去喝杯咖啡然後走的 他真的 談完喝完之後就買 這樣 所以見到 每逢這些車展裡面 都真的買到東西 因為很多時候 他們都會有些特價在那裡 在外面車行買 就未必有些特價 但是來到車展就不同了 特價籌賓 最緊要你買 然後 人們就因為那些優惠特價 就去買 而泰國人買車 有分兩個層面 第一個層面就是 需要用 第二就是升級自己 所以需要用的 香港 地小人多 都這麼多車 更何況泰國 整個泰國這麼大 由於曼谷來說 曼谷地方都很大 不是每個人住在BTS旁邊 又或者 上班的地方 正正在BTS旁邊 可以乘BTS上班下班 有時地方遠的話 那就要開車上班 又或者 如果不是開電單車上班 泰國年輕人 一出來工作 有兩件事必定要解決 第一就是住屋的問題 可能租一個 公室或買 第二就是車 哪怕是電單車 或者是房車 其實在泰國買車 都是便宜的 尤其是二手車更加之便宜 電單車更加不用說 我身邊很多朋友 都有電單車 就算有些有錢人住獨立屋 很多電單車都方便他 獨立屋,你別想出來獨立屋 旁邊有7-11 要買一包糖、咖啡 就開電單出去露口 你會為了買一包咖啡 然後又有Taxe 駕駛車出去駕駛回來 找位置拍什麼 但電單車通雞拍都可以 所以電單車在泰國是很受歡迎 正如越南、台灣 電單車的銷路是數一數二的 尤其正如我所說 年輕人有一些鄉下的地方 小朋友十歲八歲已經懂得開電單車 十多歲後面有個女朋友 一起開電單車到處去 所以在這裡 電單車也好、房車也好 銷量是賣得很好 剛才所說的需要 而另一方面有升級 泰國真的有很多有錢人 我駕駛了一部車這麼久 都想升級一下自己 或者買一部靚車 近來又賺了一些 既然是這樣買 換一部名車也好 又或者我現在一家三口 遲些多兩個小寶貝 換大一點的車 可以一家去旅行 那便會去那裡買 其實你看這些車戰 都會見到很多人生八態 廣商這麼說 以前我還在做阿士看真點的時候 有一次跟老闆說去泰國炮 包括拍車展 有個主管就贏了 咦?去泰國拍車展? 不是吧? 泰國的車展 可能覺得泰國是落後的地方 人們又窮 人們又無農 車展? 有多厲害 可能想不到泰國的車展 有這麼多元化 這麼多東西看 還有很多東西是香港沒有的 我覺得從這個文化角度也好 從看美女的角度也好 甚麼都好來講 其實泰國的車展是值得拍 值得去看的 因為跟香港不同 剛才說過就是看美女 而這些車展之中 每年都一定會有禮行公事 一定是各大的Counter 一定會有些美女 在歌在舞、跳舞 所謂的車毛 然後引很多龍友來拍照 而這些車毛有些身材都挺好 挺惹火 所以對於部分人來說 有些我入場所謂是買車 或是看車 但有些是看女的 所以這些車展 每年都萬人空汗 都挺受歡迎的 試過去年去拍攝的時候 拍完當然要放上去 放上去 Youtube、Facebook 然後過了車展一兩天 爆出單料 他就說原來這次車展之中 有個車毛是出現了 然後我有朋友說 咦?你剛去完車展 我說是呀 但我全程又戴口罩 我都沒有跟那些車毛有直接的接觸 我想OK吧 之後都沒事 到今天都沒事 一場虛境 所以接下來 若然阿東妹真的出場 我跟他去時 畢竟人多地方 畢竟現在非洲那隻東西都不知道怎樣 所以去到時都一定會繼續戴著口罩 盡量做出防疫的措施 希望在有限度的資源之下 都可能繼續拍到片給大家 不一定拍的 講的 因為都要看東妹妹究竟會不會去 她會去的 那就拍了 去不會去 現在聽了就算了 不一定會去的 都說了 如果你要看回那些情況 你上YouTube搜尋 你會找到胡偉聰有很多 曼谷車戰的片 其實每年都差不多 可能不同的就是 車款不同了 美女又不同了 這樣解了 但其實如果說現象 文化各方面 每年都一樣 是的 Anyway 都說到口乾了 都要喝水了 多謝大家的支持 多謝你 喜歡胡偉聰的話 就可以訂閱 按下鈴鐺 分享和Like 更加喜歡的話 就可以加入我的Watcher Cup 好不好 多謝大家 多謝